烤好的烧肉片切块铺在白饭上 还有扫黄瓜或姜片点缀 高雄知名的老牌烧肉连锁店 手碗的一碗五十元 却有民众吃到这样的 打开只有白饭配上一片 切了好几刀的烧肉片 没有半片扫黄瓜跟姜片 质疑这样的价格似乎不太合理 因为现在豆皂饭也都要三十块 至四十块了 而且何况还是烧肉 对 所以我觉得还好 业者说不太可能只有肉跟饭 可能是员工疏忽漏给了 或是对方不要加 不过实际走访 同一点所烧肉店不同分店 都是五十元少碗烧肉饭 肉量差不多都是一片半 但有的没加料 有的有小黄瓜 有的有给姜片 出现三种不同版本 似乎是因为台风过后 小黄瓜价格飙涨有关 都是中央餐厨配送 每间店小黄瓜食用量不同 但统一要求的是 没有小黄瓜就会以姜片代替 而根据农业部资讯 以8月13号的市场均价来看 小黄瓜落在每公斤五十八点二元 而丝瓜则是五十五点四元 以及香菜价格则落在五百二十一点五元 民众想要吃到这些菜 恐怕还要再等等 八大新闻 郭家珍 综合报道 明神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